好久未吃红烧肉了 所以今天来个肉片烧茄的拌饭 米饭依旧是一小碗 挂过碗底 碗底还有点米 这第一个菜 辣椒腮肉 再来点菜汤 这第二个菜 一小碗肉片烧茄子 瞅这颜色 一看就特别下饭 这最后一个菜 鲍鱼烧红烧肉 每一块肉都是五花三层 倒在这上面 先来一口肉片烧茄子 把茄子跟米饭拌均匀 差没占出鼻子包了 这里面肉片可嫩了 你瞅每一粒米饭上面 都裹满烧茄这个酱汁 再来一口吃 这个鲍鱼烧茄 这鲍鱼烧茄 这鲍鱼烧茄子 这鲍鱼烧茄子太下饭了 胃口冰至小沙冰 淡淡的抹茶味 这种蒜 哎哟这个妈妈鱼 甜度适中肥而不腻啊 做蒜 我吃起来软糯糯的 红烧肉汤泡饭 怎么能有白色的呢 不能有白色的 这个米饭里面还融合了一些烧茄的酱汁 就单独吃这个米饭就特别香 哎哟这个妈妈 整的我都不想吃太了 我就想吃个米饭了 红烧吃香太香太香了 地香 再来个辣椒菜肉 我都用的是螺蛳酒吃来点辣 这里面的肉被塞得扎扎实实了 哇 其实这几个菜 也太下饭了 其实还剩一点点酱切的 我再拿过来拌个饭 最后一口 就是这样了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既店三流 拜拜 我说手在什么 我接着去吃鲍鱼了